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历代字的第一章到第三章 那在进入历代字上下的时候 我们需要留意我们为什么要来读历史书 那我们需要领悟全本圣经乃是为着神的经文 就是以基督为实际中心和目标 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需要祷告并寻求 这些书里一切的预表和预言的内在的意义 还有它的正确的解释 尤其我们该专注于这些预表的中心 就是基督是神经文的中心 所以我们在寻求认识这些书里面所记载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竭力将历史说连于神的经文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见历代字上下的中心的思想 帮助我们能够更进入这两卷书 第一就是给我们看见神在人历史中行动的全部济世 上文记上下跟列王记上下的中心观点 都是神他所拣选的族类 但是在历代字上下里中心的观点乃是全部人类的族类 这都指明神在人历史中的行动 要为神预备道路 借着成为人使人成为神 在人性中实施他的永远经文 这一件事不仅与神所拣选的族类有关 它更是与整个人类的历史有关 阿们 对那不论是积极的事还是消极的事 神总是在我们的历史中有行动 阿们 感谢主他在第一个中心思想也看到在今天这地上一切的问题 都是在等候一件事 就是许多人成为神人 阿们 当我们真实的看见我们是神的复制 我们的活出就会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阿们 我们不再活我们自己 我们会靠着神的生命来活 阿们 这样我们就会是一般的神人 阿们 那第二个中心思想就是像我们成名神对付犹大诸王的一些重要的细节 阿们 那在最终 历代至上下 是神在人历史中行动的一部完整历史 阿们 就是从亚当到亚伯拉罕 从亚伯拉罕到撒姆尔 以及从殆尽君王职任的撒姆尔到以色列被捕归毁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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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胸比较孤好 被掛他們姊妹比較孤好 感謝讚美總 沒有只是來驚奇一下 沒什麼 感謝總 好 明白 就是說這一桌就是來到算是獵王祭